这个就是我们的太岁星君 然后太岁有60个 然后这里写着当年太岁 就是这一个年份的太岁 因为有不同的太岁会轮流来这里作为的 所以这个一个精神就够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拜太岁 其实要准备很多样公平 不过师父这里都是做总拜 今天是做一个很简单又特别一点的仪式给你们看 首先我们是看到有柚子 还有这一个洗糖啊洗冰啊那些 还有这一个茶果 茶果过后有发稿 发稿过后有干啊平火啊 还有这个红灰果啊 还有这一个叫我们来的 最重要的是有三杯茶 还有啊这些大金啊太岁金啊 或者是香啊蜡烛啊都也是一定要的 师父辛苦你了师父 现在师父就帮我做这个拜太岁的仪式 也就是啊 我这个叫鸭水 然后都给你一只草剩下来 然后就要拿大鸭水 还有就是啊 这个叫鸭水 睡弦 放在一起 就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一点里面 不过我不知道啦 我的做法就是说 我这边我自己也有点加睡弦 在睡弦一年里面 不过就是说 给里面好找事 这样子 就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就放在那个太岁的房间 对 乘上去这样子 乘上去一点点 这样就放在这边 太岁也 一点点 太岁也保留一年里面 出入平安 所以我去看 给他有什么 就是给他花钱 嗯嗯嗯 太岁我们就给他 很高兴 我们也可以说开太岁 我们也可以吸太岁 吸太岁 吸太岁 就是说给 太岁也啊 保留啊 所以有一切一年啊 有什么功能 他在花钱 嗯嗯 包括一年过后 还有个工件 我们就要 化掉 年头脱 年尾 年尾就化掉好了 也是也是一样这样子拜 也是这样子拜